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ATA VIDE OARR PUSHVDW002726P05 IMJHTTP INOOSGTIMG.COM MNUZAP LS 047931177516404800 连视频资讯官宣前中超球新维特赛尔正式加盲多特蒙德时长约1分3秒 腾讯体育8月12日训练 今日 维特赛尔在接收德国媒体图片报采访时表示 一年前半人想要天下自己 但当时遭到了天津全界方面的拒绝 19.35分直播中超人和VS全界客对只剩2万元帕托家阳市出击 维特赛尔在加盲中超前 就和尤恩图斯等欧洲豪门传出过飞丸 不过他为了更高的薪水来到了天津全界 在中超的维特赛尔表现依然出色 他透露 一年前 半人想要天下我 当时半人方面给全界试验主教练卡纳瓦罗打了电话 不过卡纳瓦罗为晚的拒绝了安歇洛蒂当时执教半人 今年夏天在俄罗斯世界杯上 维特赛尔状态火热 他跟随比利时国家队打进了半决赛 并且最终拿到了第三名 然而在世界杯结束后 维特赛尔就传出要回欧洲踢球的消息 并且也最终如约加盟了得脚禁与多特蒙德 维特赛尔表示 我跟随比利时对去了一截难以制限的世界杯 之后我的目的就是要回到欧洲踢球 对我来说 这是正确的决定 因为多特蒙德是欧洲最好的俱乐部之一 从维特赛尔的采访来看 他似乎很早就下定了重返欧洲踢球的决心 对如今的全界来说 问题不仅是维特赛尔离开 而且莫德斯特也蠢蠢欲动 寻求离队的机会 过度 各自